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洋伟 2月21号启船前往中国郑州厂展开围棋四天的巡场 员工宿舍也特地走一遭要拉拢员工的心 米平去年10月郑州厂之乱 稳住供应链甚至亲自拜访当地官员 富士康科技集团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科技制造企业 发展战略和河南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希望富士康科技集团继续扎根河南深根河南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申不仅是地方最高阶的官员 还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这回和刘洋伟团队会谈 楼阳申与诺要实施新一轮战略合作 外界也关注是否为中共核心传话 供应链的整个配套要能够衔接得上 所以流氧委屈也是除稳定军心以外 也希望供应链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 眼看苹果供应链正加速转移 但出走潮商经济中共大动作止血 央视近期也罕见出动大阵仗报道 展现对鸿海富士康的支持 苹果变新换iPhone制造地压保印度了吗 传出台厂都接到大客户的指令 伪创鸿海合硕都已经扩增 印度产能和人力 也难怪中共高官亲自出马 全力反转大型企业去中化情势 三里新闻洋超成李文科综合报道